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纯通过气孔这个开口进入到植物的叶片组织里面 但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说法 文章引申的是 作物主要还是依赖经常久眼化而来的根部系统吸收水分和无机物 叶面肥并非完整作物营养解决途径 但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充途径 无可厚非的是 营养剂跟叶片的接触面积越大 被吸收利用的几率会越大 A图里面有四个水珠 其中一个水珠比较大 电子显微镜看的话 C1的部分是在这个角质层上 然后C2是透过气孔孔系 进入到叶片组织里面 这里使用的肥料是磷肥 透过这两种形式进入到植物的细胞里面 不同作物叶面的吸收效率是差异非常大的 学者研究提出 苹果叶片使用蓬肥 相对在樱桃上使用 在苹果叶上停留的时间会比樱桃高出四倍 对比在梨树或桃树上 在苹果叶停留时间是它们两倍左右 所以同样都是落叶果树 不同的果树它所呈现的效果 跟停留的时间就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细胞物质之间的流通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图片这里面的最上面那个叫做原生质连通道 就是细胞跟细胞之间会有一些可以流通的通道 黄色的部分就是细胞 绿色最外圆指的是细胞壁 通常物质的流通有两种形式 一个叫至外体的通道 一个叫做共质体通道 是外体通道发生在细胞质以外的区域 是在细胞壁跟细胞质之间的空间流动的 相反的是要进入细胞里面的 才会使用这个共质体通道 大多数的无基岩都是依靠至外体通道 并没有进入细胞质里 而是在细胞壁跟细胞质之间的空间进行传输跟转移 这篇文章里面作者也提出所谓的至外体迷途的情况 至外体是细胞周边的通道 从土壤进入到木质部之前的这个过程中 至外体空间含水量占叶片含水量的35% 这些水分里有不同的官能基 也有不同的离子和极性分子 在这个情况下 通道里的离子 或者是这些极性比较高的物质 就会影响到从土壤吸收进来的这些养分 尤其是铁、钙 要从土壤进入到木质部 是等于是受到重重的障碍 所以说微量元素喷了有效 最主要的是它是针对缺素的局部有效 但要让微量元素经过至外体 进入到木质部里 再从中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共质体的部分 很小部分的养分会走共质体通道 共质体也有不确定的这些路径 大多数的大量元素 它们在叶片里面 不管是走至外体还是共质体路径 流动性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氮、银、钾、铭、硫、氯、氯 从它们进入叶片之后 再经过这个细胞的之间的传递 到木质部的几率是比较高 所以它们的流动性比较大 相反的 中度流动性的元素 包括刚刚前面提到的铁、铅、鹏 在局部的作用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要经过细胞之间的阻碍 进入到木质部里面去 然后从木质部发挥系统性的功能 实际上是比较差的 尤其是钙根蒙 基本上流动性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说叶片喷盖 可以解决局部的问题 系统性的还是要依靠根系吸收 再由蒸腾玛丽来供应 这是一个在1950年代的研究 不同成熟度叶片是 浸泡含同位素灵32后 发现到成熟的A和B叶片的 会把同位素灵运输到这个根部的地方去 所以显示出根系的影像 代表成熟的叶片传导性比较好 C是年轻的叶片 也有部分的传导的功能 可以把032运输到一些右叶上 但是根部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运送 为成熟的叶片地 基本上它没有任何传导的功能 所以没法显示出其他部位的影像 最后我们总结 在叶片 如果是使用尿素溶液的话 它通透性是比较好的 整个系统性的传导也会非常的好 相反的 一些微量元素 尤其是彭肥来说 作者特别举例 它的利用效率其实跟尿素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限制就是移动性非常的差 也就是前面所说到的 只能在局部发生作用 但是它要传导到整棵树上去供应其他缺棚的部位 效果是非常差的 所以要增加叶面肥的利用效率 我们需要对树体本身的物化性质 产品的物理化性质 生物性质都要彻底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作物所处的大环境情况 都会影响叶面肥的吸收率 转移率 以及利用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